中美 环球 台特化 蓬城 全部都创历史新高 尽管去年景气云一风 中美金集团全年仍微幅成长0.12% 营收达819.7亿元 连续三年成长 创历史新高 迈入2024年 严调机构普遍看好 今年半导体有双位数成长 不过中美金董事长徐秀兰表示 产业界有不同看法 自己觉得在过去这个十几二十年里面 最看起来这个状况最复杂的一年 共同的看法都是觉得上半年 稍微还是会比较弱一点 那下半年就有比较好的期待会上来 第一季看起来还是弱 那第二季我们觉得应该会跟第一季差不多 或者比第一季应该微幅的会稍微好一点 另外 随着全球半导体厂陆续开出 Semi预估今年是产能高峰 共有42座新厂加入 增幅成长6.4% 突破3000万片大关 对此 徐秀兰正面看待 对于AI 徐秀兰则是非常期待 他认为 AI将改变半导体市场 以制造跟材料业来说 可关注四大面向 包括算力 记忆体 能耗控制以及资安 效率跟资讯安全立场就开始会做边缘计算 就是会把很多AI的功能把它下到自己的device 那一旦会进到边缘来的话 那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大的云 大的一个集中式的运算 就还有很多会用到其他领域 所以我想对于半导体产业 对于以我们Wafer的供应商来讲 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 媒体也询问 全业界对总统候选人的期许 徐秀兰说 竞选的那个政策很多我都没空去看 我就叫我一下 CHAT GBT 你帮我以表格方式输出 我们的三大候选人 他的能源政策有什么不一样 我要报告的就是说 我对于新的候选人 新的领导人 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我希望能源政策 能够跟国际同步 做的生意都在全球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很稳定的 跟各国之间的交往都能够很稳定进行 这是最大的期待 提到能源政策 徐秀兰透露 今年底将营运的丹麦晶圆厂 会是半导体业第一个做到 百分之百使用绿电的厂区 美国厂和意大利厂也将逐步达成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秋霞持仙礼礼金金 台湾新旧报导